另外来看到生态系统功能健全的农业 不需要投入过多外力 就可以让农作物健康的生长 由花莲县农业处举办 有机农业月旦讲堂系列 15号邀请了农委会花莲农改厂的副厂长杨大吉 分享生态系统服务于有机农田之作物害虫管理技术 让民众了解有机农业是如何应用生态系统服务 有效的管理运用 由花莲县农业处举办的有机农业月旦讲堂系列 15日邀请行政院农委会花莲农业改良厂副厂长杨大吉 带来主题生态系统服务于有机农田之作物害虫管理技术 透过国际纪念重视的生态系统服务 带领学员了解人类食衣住行和自然界生态息息相关 农业专家通常这时候就有掌声 他也曾经在2013年永续农法杰出学术奖 同时他也在花莲地区重要作物做一个健康的管理 还有在土壤肥培的管理的技术呢 也是我们这个顾厂长的专门的 再来就是建立高服务品质的作物并从害 以及土壤营养诊断服务 大家今天想听的我们的这个杨大吉博士 在今天都会让大家能够吸收满满收获满满 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杨大吉博士 开始踏入这个有机的一个研究的路 当初开始推动水道的时候就说 水道上面有很多害羞 那你要来帮我们看看有什么被农业防治的方法 所以就自此开始就踏入这个研究的行业 一直到现在还二十几年了 应用天然的植物来做我们的 天然的防御并从害的部分 我想这个在杨大吉博士在十几年来 他有一个是一个台湾最先驱的研究 就在他的这个整个工夫的活物体系里面 所以今天特别请杨大吉老师来做分享 因为花莲是一个智慧城市 也是一个有机花莲 我们更希望在整个推动有机的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空气更清新 如何让减少我们的农料用量 如何让这块土地更加永续 然后来做这个整个训续拍 副厂长杨大吉深耕花莲农业26年 将自身经验搭配案例分享 协助学员了解天敌及授粉等病虫面向 了解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问题有哪些等 其判借由营造农田生态环境 有效促使天敌与授粉昆虫得以进入农田 运用自然生态的力量达到平衡 确保农田作物的生长 记得讲邦远华林士报导